大家好,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题日,获取最新女排消息,请点击订阅。 女排奥兹赛第三个比赛日,中国赛区首场较量,世界排名第三的塞尔维亚女排,对阵世界排名第十一的加拿大女排。 塞尔维亚女排是出现热门,面对实力不太强的球队,仅仅依靠博斯科维奇一个人就可以赢球。 这场比赛,瓜姐奥杰年诺维奇也回到了首发,加拿大这边主要是看格雷和范莱克的发挥,他们也是球队在海外联赛效力的关键球员。 上赛季,范莱克在土耳其航空,而格雷在科内利亚诺,最终,加拿大没有对塞尔维亚造成多大的威胁。 他们被对方三比零横扫,也送了塞尔维亚三连胜,塞尔维亚也是奥兹赛首支三连胜的球队。 加拿大两局都没有上二十分,两队的实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。 毫无意外,博斯科维奇依然是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,他三十六扣二十中一篮四发,拿到了二十五分,六个失误还是有些多。 自从跳飘改回大力跳发以后,博斯科维奇的发球又成了强项,极具威胁直接发猛的对手。 瓜姐作为二传,得分欲望非常的强烈,六扣三中一篮二发,六分对于二传来说已经是非常高的数据。 他有时候的二次球的确比较突然,然而这场比赛,他们的两个主攻却成了软肋。 乌泽拉奇二十三扣七中一篮一发,拿到了九分,不杀五扣一中一篮一发,拿到了四分。 这样的数据只能辛苦博斯科维奇去得分,所以塞尔维亚的比赛往往在赛程后半段就会表现乏力。 博斯科维奇一个人的状态影响全队的战绩。 加拿大这边格雷和范莱克都只拿到了九分,完全被限制。 而且两个人合起来还有十个失误,在两队的整体数据上,塞尔维亚进攻赢了13分,篮网赢了2分,发球赢了7分,但是自私比对方多了4个。 加拿大现在已经两连败,出现的机会进一步减小。 而今晚中国女排将对阵杰克女排,后者是欧锦赛八强,也在之前的比赛中,暴冷击败了多米尼加,实力不俗。 而且从今天开始,中国女排的比赛场场都是硬仗,我们分别迎来杰克、加拿大、多米尼加、荷兰等主要对手。 中国对这个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,重点还是中国、塞尔维亚、荷兰、多米尼加、加拿大之间比赛的结果。 即使是杰克也是不容小觑,相信我们赛前肯定把塞尔维亚、荷兰、多米、加拿大都研究了很多遍了吧。 一般来说,中国队只要平稳发挥,大概率还是可以第一时间拿到入场券,但是毕竟是奥兹赛,各个队都打了鸡血一般。 之前,荷兰、加拿大、多米尼加已经形成了连环套,中国女排应该重视。 从阵容来看,中国补充了丁霞和吴梦杰,丁霞经验丰富,外加又官宣了去波抄打联赛。 看来,她恢复得还不错,为了巴黎真的是很拼,毕竟她如果恢复了,当凋零雨发疯的时候,她还是能把场子震住。 而吴梦杰顶替了杜青青,作用肯定比杜青青大。 她当下在一队的目的,就是打不开局面的时候上去抡两板过轮。 所以,综合来说,中国队的人员配置是要比VNL好的。 从各队表现来看,中国女排大概率不会输捷克,虽然后者打了鸡血击败了多米尼加,但是该队缺少强力攻守,对中国的威胁并不大。 不过加拿大、荷兰都有机会打败中国队,因为加拿大和荷兰的阵容比VNL都强些。 比如,加拿大范赖克归来,又比如荷兰的达尔特罗普也重返队伍,而中国前两场表现并不好,甚至可以说比VNL状态差。 加拿大虽然世界排名靠后,但是每次过招,我们并不好打。 他们的接应,范赖克也属于强力接应,而且小球技术不算太差,再加上强力主攻格雷的状态也不错,真的很难打。 荷兰女排则是最有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的,主要是我们和她们的囚风有点互相克制。 这两年跟荷兰打了三场,虽然都赢了,但并不轻松。 而且,荷兰的接应、主攻、复攻实力都很均衡,又有普拉克和达尔特罗普这两名重炮。 荷兰真的是劲敌,多米尼加实力很强,但是也容易抽风。 这些年对中国女排就击血了VNL这一次,主要是小马丁和接应刚萨雷斯打出了人生巅峰。 两个人数据特别好看,相信蔡斌在输过的球队里会做针对性布置。 参考去年的对阵日本,今年对阵的巴西和波兰,我们的针对性是比较强的,这也是她执教的一个优点。 此外,回顾中国女排在对阵墨西哥的比赛中,采用吴孟杰顶替王云露和李盈盈的战术。 而吴孟杰在一船,进攻端,发挥出色,很好地完成了任务,个人认为或许这就是蔡斌的底台。 吴孟杰的加入对阵容起到了很大的战术增进作用。 VNL上共享宇,状态整体不佳,主要得分点都在李盈盈和两个复攻上。 而王云露由于上步的原因,经常会出现前排卡文事故,并且王云露没有后三进攻,所以经常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,让李盈盈强制连续使用后三。 吴孟杰由于扣球点高,她的加入彻底完善了立体进攻战术,而且吴孟杰进攻火力的增强,在强快的同时又多了一个拦网的牵制点。 两个主攻都能打后三,少了一个大洛伦,创造了更多的机会,也能帮保障型接应的小宇吸引更多的火力。 同时,吴孟杰是复攻出身,端栏王很是出色,这点也有补强。 不过,王云露也有优点,虽然很希望吴孟杰能主打李盈盈的对角,但是王云露的发球真是厉害,基本每次他发球都能涨分,更何况王云露的异传水平比吴孟杰高,所以两个很难取舍。 不过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,让两人一起顶起李盈盈的对角。 先是王云露首发,然后当王云露前排进攻不下球时,用吴孟杰替补上场,前排三轮吴孟杰主要用进攻渡轮,后排三轮王云露接一船保障防守。 一攻一守,大大弥补了李盈盈,所以希望蔡斌能够继续开发吴孟杰的用处,面对强队时可以得到更多灵活的战术。 而现在王云露和吴孟杰搭档,可以大大减缓李盈盈的压力,两人的灵活运用将补齐中国女排最后的短板。 可是在过去两轮比赛,中国女排频传捷报的同时,却也出现了让人心疼的一幕。 队内的26岁奥运冠军龚翔宇,在比赛中服用止痛药的画面,引起了不少球迷的关注。 原来在奥运赛开打之后,龚翔宇始终都是带伤上阵,强忍着疼痛上场打球。 赛中暂停的时候还在教练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,吃下了止痛药,且不说龚翔宇究竟是因为什么伤病吃药。 就说他的表情都显得十分痛苦,当时龚翔宇的脸色略显苍白,明显不是很好,吃完药似乎才有所好转。 显然龚翔宇肯定不是什么小伤,否则也不会在暂停阶段去吃止痛药。 可见龚翔宇确实需要多加休息,避免出现积劳成疾的情况,更何况前两场比赛的对手。 整体实力其实都比较弱,龚翔宇即使休战都未必会输球,正义心完全可以担起大任,临时顶替龚翔宇的位置。